客人可以首先傳出一些3D背圖的設計給我們 然後我們第二天才叫他們來拿 意思是你男朋友女朋友生日 你做了一個圖案 你給了我 我幫你印刷 然後印刷曲奇餅 很帥 我放到一個很生泳 或者很有設計的盒子上 我就可以再賣得高一點的價錢 他將完成品印刷出來之後 他不是真的能吃的 他還要經過一個程序 他就要放一個焗爐 再焗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麵粉 在3D打印機的層面 他只是幫你打印那個形狀和設計出來 之後要自己再做加工